LV這品牌近日無端被中槍 話說3月6日,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波多利亞克發聲聲討法國奢侈品牌LV 說這品牌的一則廣告出現了俄羅斯國旗的顏色和代表俄羅斯勝利的V字符號 他的推文獲得了大批網友支持,他們聲稱要抵制LV 亦有些網友感到無奈 說身為總統的顧問,不知道法國國旗和俄羅斯國旗是同一種顏色嗎? 不知道V字是LV用了一百多年的Logo嗎? 說回LV這個廣告發佈在3月4日 主要是宣傳時裝設計師尼古拉斯蓋斯基埃設計的LV女裝系列的時裝獸 在3月6日的巴黎奧塞博物館上演 LV的這段廣告視頻大概16秒出現了法國國旗、巴黎奧塞博物館和LV的象徵V字 這三種元素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波多利亞克可能是玻璃心 沒辦法 看到一些類似俄羅斯的顏色 也代表著俄羅斯勝利的象徵符號 於是發文諷刺說 一間專注在俄羅斯步伐戶的精英時裝公司 選擇公開玩弄和衝突相關的標誌 物浸在血裡的奢製品更好文碼對碼LV 他的言論引起了社交媒體廣泛的討論 有人說 其實這個 紅白藍 不單是俄斯用的 法國國旗也好像是這個底色 其實也不僅是法國國旗 我們香港的紅白藍膠袋也是類似的顏色 難道又代表我們是挺烏 肉烏嗎? 不是吧 只是本身是傳統上的顏色 也有一位法國網民拿了2014年的照片 說自己也是一個烏克蘭的支持者 但有些人反應過度 說他已經在鄉里社大街工作了十幾年 可以告訴你這面LV的旗幟很多年前已經有了 也有人拿出了一百多年前的LV的包包 說當時已經出現了波多利亞克所說的挺鵝肉烏的標誌 LV的官方簡介顯示這款包包推出的年份是1901年 距今一百二十幾年早已絕版 如果那位設計師這麼厲害 竟然這麼早就知道這個Logo的底色和英文字母 就是欲罵烏克蘭的話 一百多年前已經預言了這場俄烏戰爭 相信他應該經常是中六合彩的 即是中彩票 也有些網友意識到LV的標誌是關於法國國旗 但他們仍然附和波多利亞克 他們的理論是甚麼呢 他們說這款顏色的排列是法國國旗 因為他們是法國的品牌 但這個藉口是不夠的 LV的營銷部門應該知道這一側的廣告觀感很糟糕 也有人拿了LV挺鵝舊 說顏色代表法國 V代表LV 但這是一個令人厭惡的設計 在他們以俄羅斯為靈的系列作品的醜聞之後 還使用俄羅斯的顏色和V字符號 這個至少是大膽而且麻木不仁 去年3月為何會有人說 LV用俄羅斯的符號去設計首飾呢 或者有這樣的傳言 就是因為LV曾經在社交平台發佈了 他的高級珠寶系列 LVVOLT的飾品新廣告 因為飾品上的標誌設計有一次 EZ引發了爭議 有網民懷疑這個品牌在俄烏衝突中 支持俄羅斯 簡單說一下 Z字代表俄羅斯的勝利 來自俄語的勝利首字母的發音 和英文V的意思一樣 V代表俄文的真理就是力量 和任務必將完成 俄烏衝突爆發之後 有些西方國家將這兩個字母視為挺俄的標誌 烏克蘭立法全境禁止使用Z和V 俄羅斯運動員如果要穿一些帶有Z字的服裝都會被調查 蘇黎世保險公司暫停使用Z字的商標 三星刪除產品名稱上的Z字 德國兩週禁止展示Z的符號 拉脫維亞禁止在公開場合展示Z和V LV去年當西方反對俄羅斯進行這場戰爭浪潮中 其實他也有宣布退出俄羅斯市場和關閉當地門店 線上雙城也停止營運 如果就這樣看 其實LV不知多支持烏克蘭 無端就中槍給烏克蘭的總統顧問波多里亞克 就說他支持俄羅斯 似乎LV明明已經割了臂 斷了臂 退出俄羅斯市場也不夠了 現在還要被人說我真是認真淒涼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這個世界上 以後用這三種顏色紅白藍 再加上ZV字母的人也代表支持俄羅斯 我覺得有點神經過敏 你沒理由禁止人收入你的字眼 如果你烏克蘭真的有了道 俄羅斯說什麼或者我們說什麼都沒有用 最後你烏克蘭也會贏 不會因為ZV影響到烏克蘭前線是怎樣 擺明你就是沒有信心 現在有機會輸了 不斷地找藉口 不斷找戰犯 我不知道這種行為是否是理想的行為 還是會變相在世界上製造更多對烏克蘭政權不滿的人 然後再講第二話題 講到印度 印度媒體很開心 印度擊敗了中國 說到為什麼會擊敗中國 說我在印度 玩具水槍是印度傳統節日灑紅節的象徵之一 多年以來印度市場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水槍 都是來自中國製造 不過印度時報在3月5日援引印度TNN電視台的報道 就說零售商門 就說如今越來越多 印度製造的節日玩具 正在與中國產品展開競爭 撒紅節有名胡離節 亦是印度傳統新年 印度教的祈福節日 一般在功曆的2月底到3月中的月圓之日 基本上是不斷沸一些紅色粉末 或者玩具水槍去噴一些紅色的水 以示祝福驅鬼寒摩之意 如果那個人拋到身體面積中更多的紅粉紅水 意味著他會得到更多的好運和愛 今年的三紅節在3月8日 亦是我們的三百婦女節 據報隨著一期的林根 德里最大的商業市場 薩達爾雜市合集的小行中 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彩色顏料水槍和噴霧 幾乎所有商店都在售賣老式的水槍 即是比較長些擠出來的那種 市場上還有一些新型的電動水槍 一名店主笑著與印度時報說 和以前不同 現在市場上有各種技術 有手動和電動水槍 價格由20奴比到750奴比不等 他補充說除了水槍也有人造雪彩炮、煙花鞭炮等等 另一名店主說現在人們對紅色粉末的需求越來越大 報道說到當地零售商說過去20年由於印度製造商在商品種類 質量、數量上都沒有辦法與中國生產商相比 中國水槍佔有薩達爾雜市和德里市的各大市場 現在的情況就不一樣 零售店的店主新格說現在大多數的水槍和其他薩紅柱的玩具 都是由我們印度製造商在國內生產 你知道最棒的一點是什麼? 印度製造商生產的水槍和其他產品在設計、質量和價格方面 都已經能夠與中國產品相提並論 新冠疫情帶來的一個好處就是鼓勵企業家在印度製造 我作為一個大國的指紋 看到我們的鄰國印度在水槍有這麼一番不錯的事業 絕對值得鼓勵 為什麼?因為中國現在要走向高質量發展 沒有理由現在跟你一起玩水槍製造的遊戲 而且這個世界上的市場這麼大 假設中國去到改革開放差不多幾多年了 差不多40年了 我沒有記錯的話 到現在還在製造水槍你才害怕 現在印度製造水槍的事業越來越好 越來越興旺 代表錢大家一起玩 沒有理由自己拿了所有的機會 不給別人的 這個值得鼓勵 但是我也是溫馨提示印度人不要自視過高 為什麼呢? 印度最大的問題就是總性文化 假設可能上風比我更加適合做財經界人士 但是因為阿傑的總性比他更優越 可能他只能做一些比較低下階層的工作 這就是違反了我們經濟學所說的 就是哪個人有能力做的事情 分工應該怎麼安排 上風就可能要做經濟財經界人士 我去執索塑地 應該是這樣 如果正確應該是這樣 但是因為總性文化 令到一些有能力的人 被他的總性所影響 當然現在法律上就取消了 但是這是一個印度長期的傳統文化 是很難一下子逆轉的 再加上你說 印度好像很厲害的那一格開放 類似那一格開放 但是印度的很大問題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關稅 他隨時為了要扶植某個特定印度的行業 他無端端會徵理關稅 可能這也是根據主旨美國學習回來的 第二就是最厲害 我印度真的很誇張 他突然間罰你錢 罰罰一下還要徵收你的財產 你想想我是外商 你說現在叫我進入印度市場 會不會突然間我最後變成像小米一樣 被你罰巨款 然後錢又找不到 甚至最後可能有些中國的產品 他們的公司也被你徵用了 會不會發生 我不知道 日後我們關注一下 究竟印度的發展是如何 這就是我今天的上半段的分享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